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rdi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自從LHR 卡出了之後 價錢真的開始有點回落 而且開始多一些單卡給大家買 而今天就要和大家看看這張 Galaxy GeForce RTX 3080 Ti Hall of Fame OC Lab Edition 說明 OC Lab 當然是出名超頻的 有超頻高手可以將它在Port Wall 裡面 超到高過2800MHz 成績比第五名那張RTX 3090 雖然我一定沒那麼厲害 不過這張卡來到我們手上 就要和大家示範一下 如何用MSI Afterburner 去做到一些非常簡單的顯示卡超頻 無論你用N卡還是A卡 基本上都可以跟這個方法去做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算換卡 都可以自己試試玩一下 新卡到手 無論如何都介紹一下 這張Galaxy RTX 3080 Ti Hall of Fame OC Lab Edition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高級的開箱體驗 打開箱之後 就可以看到卡好像坐在一個王座上 卡下面那一格有對手套 還有顯示卡的支架 最底那層還有三條特別的定制PCIe延長銀線 配上卡的色系 不知為何近來我真的經常和大家去分享一些白色的組件 這張都是一張全白色的顯示卡 不單止外殼和風扇是白色 連插線位和PCB都是白色的 這些就叫做貫徹 三把十一塊扇葉的風扇就兩大一小 外面這兩把就是102mm 而中間那把就是直徑92mm 圍繞著中間那把風扇還有一個六角形的RGB LED燈環 而側邊和背板都有Hall of Fame ARGB發光的logo 這張卡是超級重新的 因為它整個鑽石型的外殼 以及背板都是用鋁合金去做的 那就更加有助散熱 連上這個散熱器 整張卡超過2kg重 尺寸方面這張卡連上擋板 就是348mm長 156mm高 以及3槽厚 這張卡是專為超頻愛好者而設的 所以12層厚的PCB連上24相供電 就確保GPU可以拿到最穩定的電壓去做超頻 以及PCB側邊也有一個實體的按鈕 給你切換P Mode高效能模式 以及S Mode靜音模式兩款BIOS RTX 3年8年TI自然是用了GA1022.5這個繪圖核心 這個之前剛剛推出的時候都有介紹過 在P Mode之下BOOST CLOCK到1815MHz 已經是比NVIDIA官方的1670MHz高出很多 以及也有GPU BOOST 4.0 所以就算不想自己弄一張卡 都可以由它因應溫度自己推高BOOST CLOCK 說到溫度 一於在我們未做任何超頻之前 測試一下它的散熱 以及它的基本性能 在P Mode Firm Mark負載之下 這張3080TI HoloFrame的TBP可以去到400W以上 而在這個時候室溫23度 55%和66%的風扇轉速之下 GPU都只有攝氏73度 所以這個散熱真的蠻誇張的 說的是400W 比起正常3090350W還要高 看看機體溫度都只是84度 那就相當合格了 去到3DMark的分數比較 在我什麼都未做的情況之下 這張Galaxy RTX 3080 Ti HoloFrame 已經在各個測試中 比起我之前試的Soltec RTX 3080 Ti M Holo 高了2-3% 甚至還要比3090更高 可見它OCLAP的威力 不過基本上3090和3080 Ti 是同一顆GPU 不過配不同數量的RAM 還有留意不是因為那2-3%分別 所以你不應該買Soltec那張3080 Ti 始終這兩張卡是完全不同的定位 以及完全不同的價錢 只是顯示到這張Horaframe 真的是為了要有最高效能的玩家而設 接著就等我們自己試試超頻 看看這個散熱可以做到多少 其實Galaxy也是一個Horaframe AI的軟件 讓你做超頻 以及可以用來教它的RGB LED 以及有One Click OC這個 Profile 但其實我們可以用MSI Afterburner 一樣可以做到顯示卡超頻 所以大部份的觀眾 我們這次就是用MSI Afterburner 這個軟件其實我之前也有介紹過給大家 去看到自己打機的時候有多少FPS 其實還有很多功能 其中一個就是用來超GPU 無論你是用N Card或者A Card都好 你都可以參照我接下來的做法去玩一下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樣超一下顯示卡 是比起超CPU容易一些 不過就算同一型號 每張卡都有自己的限制 當中都有不同的因素 包括你將卡的散熱 供電 以及GPU體質等等 所以就留意我超到的 和你超到的 是有機會不同的 除了MSI Afterburner之外 我們還需要到另一個軟件 就是叫做Unigine Heaven 4.0 因為用它我們就可以一邊超頻 一邊看著它有沒有Crash 以及測試一下它的穩定性 如果它炒了 我們就再降低一點點 而另一個軟件就是叫做GPU Set 這個軟件就可以讓我們看著顯示卡的時脈 以及看到溫度、TPP等等 另外我都會用到3D Mark Port Royal 去做一個測試 看看超完出來 比起我們未超之前效能有沒有好一點 那MSI Afterburner Unigine Heaven 4.0 以及GPU Set都是免費的 我就會放回它們的連結 在影片資訊裡面給大家下載 其實不同人都有用到不同的軟件和遊戲 去測試成績和穩定性 是主要只需要MSI Afterburner 用Port Royal 都是因為其實現在很多超頻高手 都是用它來鬥高分 超顯示卡基本上分成兩部分 分別就是GPU的部分 以及記憶體時脈 安裝好MSI Afterburner之後 你就要設定一個on screen display 在監控這裡設定一些on screen display 之前我影片都有教過 可以參考右上角這條影片 這張三連八連TI在檔板上有個實體按鈕 可以一按就自動推爆風扇轉速 令到超頻的時候有最好的散熱效果 我現在都先開了 可能大家都會聽到的了 剛剛開了 可能大家都已經聽到風扇聲 已經推爆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跑了一個Baseline的Port Royal分 在什麼都未超之前就有13279分 所以我們都先記錄下這個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Baseline 現在首先我們就開了Unigine Heaven 4.0 關了Full Screen 走Windows Mode 有它先進行 方便我們轉回MSI Afterburner 和GPU Set去看的狀況和超頻 Unigine Heaven不是很heavy的 所以就算過到這個也未必過到Port Royal 但是用它就可以節省時間 不用等到Benchmark等多次才知道行不行 之後我們在MSI Afterburner這個版面裡面 我們首先就把Power Limit推到最盡 推過100%就是容許將卡拿超過100%TPP的電量 以及當你推Power Limit的時候 因為用電量高了 溫度自然都高了 所以它就會連帶Temperature Limit一起推向右手邊 看看下面這裡有三個按鈕 這個就是Reset按鈕 讓你reset所有設定 另外一個就是把你的設定儲存了一個Profile 然後最右手邊這個Tick就是用來Apply你的設定 一般來說我們初學超頻都不會碰CoreVoltage這個位置 就只是就這樣推爆Power Limit 有得GPU自己去調節電壓 現在我們先按Tick好 Apply就先 你可以看到在Unigine Heaven裡面 就這樣推高Power Limit之後 Clock Speed已經上了一些 還有TPP都已經上到超過400W 去到400多W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節Clock Speed 這裡我就會逐漸50-50這樣上 上到摸到頂之後 就再細分一點點這樣推上去 什麼叫摸到頂呢 那就是說 你會看到Unigine Heaven已經解決了 那待會你就會知道 現在我們就50-50這樣推上去 按完50之後就按Tick 那你就會看到GPU設定這裡 就已經上去1865MHz了 然後看到溫度也是非常正常 因為現在我們推爆了風扇 63-64 那就是溫度不是一個限制 那現在看到後面都沒有炒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就可以試試再推高一點點 上到100 那現在是1915 那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去到超過2000MHz了 那特別是這些位置是98% 400多W都沒有炒 那就是都算OK的 那我們再上吧 150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試一下200 那200應該就已經超過2000MHz了 現在2015了 看看它會不會炒 好 炒了 那你看到後面的畫面 全都解決了 那就是已經炒了 在這個位置是不用怕的 因為你可以就這樣關掉它就算了 那當你炒了你就關掉Unigine Heaven 然後在這裡你可以reset 那就全部回到你一開始的設定 那都相當安全的 只要你不要硬明明炒了 都要硬要推到盡 這樣 不要亂碰這個call footage 那我們知道200MHz是剛才的 maximum 我們可以試一下 從150MHz開始 慢慢再調上去 看看盡頭在哪裡 那因為剛才我們知道150MHz是沒有問題 那接著呢 試一下175MHz 25MHz 25MHz這樣上來 好像在玩掌援人 175MHz到200MHz 那我們就要猜個 摸個頂 猜個頂在哪裡 好像都OK 剛才都等了一會才解決 但是 我相信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試一下185MHz 看看可不可以上到2000MHz 上到2000MHz 都是一個挺理想的位 那現在2000MHz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試一下190MHz 還好? 195MHz 現在加195MHz 就是boost clock到2010MHz 現在是推了power limit 那call clock都是加195MHz 那都算是不錯的 可以接近200MHz 很多時候試過的卡都是超到頂籠100MHz 而且因為我們沒有碰過call voltage 那走了一會兒都算穩定的 那你見到原本的 咦?都炒了 195MHz都炒了 那我們就下回190MHz 那現在呢我們就可以試一下超這個記憶體 那記憶體我就大攤少少了 即是200MHz 即是200MHz 這樣上 你看到呢 這裡9701MHz 在GPU Set這裡顯示 其實變化是 只是由1188MHz到1213MHz 那都ok的時候呢 因為Unigine Heaven 就是用來 roughly被你摸頂 所以不用擺它那麼久 我們之後再跑Port Royal 基本上你都很少呢 會這樣推到盡去長行 用來玩什麼遊戲啊 那如果你想長行的話 就不要那麼激烈 還有用Firm Mark 或者用Heaven 跑久一點 看看它的穩定性 但我們現在呢 其實就是為了拿到一個分的而已 如果500MHz 看看會怎樣 Bandwidth LED上到960Gbps 那12Gbps的GDDR6X呢 現在都只是70度 那都非常之好 剛才Clock Speed最高可以上到2160 GPU Power去到436W 神經病 那好像現在這個設定都ok的時候 我們就關掉Unigine Heaven 4.0 然後呢 我們就去3DMark 跑一下Port Royal 看看這個增長有多少 那Port Royal 如果你不清楚 它是一個raytracing的Benchmark 那所以呢 可以測到RTX Core 整張卡的效能有多少 那也都是呢 很多Hall of Famer 是會用來打高分的 好像Jace2Sense 用液態淡超 上到3萬多分 那但是我們的Base Sign是13279 我很明顯就是一個普通人 那看看我們可以上到多少 那現在就是跑到Port Royal 去看看 出來的分有增長多少 就到了 好 走了 這個應該是極限了 那Worse Case 有Error Occurred 所以只要我們不亂用Core Voltage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那現在就調低少少的Memory Clock 先吧 看看會不會成功過到一次 好 剛剛這個已經成功了 還要過到14000分 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我們只是Mark了兩個 因為前面那些我們 是Unigine Heaven試了 那現在的Core Speed呢 是 2005 然後Memory Clock呢 就是 1238 那最後分數呢 就是14245 如果看一看分別呢 看一看已經是比起一開始升了7% 會有1000分 那我都相當滿意了 過到14000分 以我們這個設計 不過呢 我們都看看摸不摸到頂 全球最高的Port Royal分是14801 因為配上Ryzen 5600X 那我們都試試看最高可以摸到多少 那剛剛500已經炒了 我們看看會不會195可以過到一次 我都的分 那我已經很滿足了 喔沒有 立即炒了 195 應該剛才就是我們的進頭 那就是這樣的 一個初學超頻就是這麼簡單 那大家都可以自己試一下啦 那剛剛呢 就很簡單的跟大家示範了 怎樣做這個初學的顯示卡超頻啦 那有興趣呢 都可以自己跟著試一下玩啦 一於呢 你們試完之後 在留言告訴我 你用什麼卡和超到多少啦 那當然我都不是什麼高手啦 剛剛只是用10分鐘 就已經超到200MHz的Call Clock 和Port Royal的成績已經上到1000分了 我覺得都算可以接受的啦 不過這張308年TI Hall of Fame OC Lab 在我手上就一定發揮不到它最盡的效能啦 真正的極限超頻呢 還可以用得著它很多特點啦 例如拆了散熱器用液態膽去做超頻啦 無視的Power Limit啦 又或者用得著它旁邊的那些 實體的電壓測量點啦 那怎樣都好啦 今次我都很享受可以試到這張卡 還有可以跟大家做到這個分享的 那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都有一些東西帶走啦 還有都報告那部1萬元的二賣電腦 最後因為第一名放棄了 那所以就由第二名NKL Bryant買到的 昨天我已經親自把電腦送到他手上啦 而電腦賣出的收益裡面的7000元呢 會平均分做三份捐給我們之前說過的三個慈善機構 那所以很感謝大家支持啦 而至於第一名雖然很可惜啦 但我都會特別準備一份禮物送給他 多謝他參加的 最後啦 最近我留意到超過五成看我的影片的人 都是沒有subscribe到我channel的 那如果你都是一份子呢 就快點訂閱啦 幫我衝過這個3萬訂閱的大關啦 我只是差200多個subscriber而已 還有呢 記得like share啦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 和我mewejr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